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车站遭到飞弹袭击爆炸起火演习过程逼真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现场视察 对于杜苏瑞台风即将来袭 蒋万安宣布7月25号开始的大稻辰夏日节活动暂停 7月26号的烟火释放取消 也要求北市府各单位做好防台准备 警报一响台北市街头有如时间停止 包括台北车站等建屋周边 及主要道路上空无一人 远景则引导民众躲进室内 万安46号演习下午一点半登场 台北市政府除了执行室外人车疏散避难外 还模拟南港车站遭飞弹袭击爆炸起火 在副市长林一华等人陪同下 台北市长蒋万安到现场视察演习情况 并为了参与演习人员辛劳 对于演习结果相当满意 我们都会来就这一次整个演习的过程 来做一个全面的检视 的确需要调整的我们 在之后的演习都会来进行调整 但这一次坦白讲 我觉得所有参与其中的同仁非常的辛苦 那整个演习的过程 我认为是有符合当时的设想 以及预定的目标 因为我们这一次总共在今天演习之前 预演了三次 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次把演习的过程 拉长到一个小时 而且加入了战灾抢救的部分 也就是想定南港车站 如果一旦发生战事 然后遭受飞弹的波及 然后怎么样做很多的抢救工作 以及事后灾民安置的 中所的开设作业等等 整个流程规划也是符合当时的设想 那当然在整个细节的过程当中 是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都会来全面检讨 今天是万安演习 那怎么看说朱立伦刚好说 执政大联盟的理念是两岸和平 我们一定是追求两岸的和平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抱持这 料敌从严 料敌从关于敌从严的基本态度 也就是要防患于未然 居安思维 所以必要的演习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进行 另外针对杜树瑞台风即将来袭 蒋万也宣布 7月25号起大道成夏日节活动暂停 7月26号晚上的烟火释放者取消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在持续 关注气象的预报 以及整个台风的路径 那我们已经做了决定 周三的大道成烟火 我们会先暂停一次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 料敌从关于敌从严 我们绝对是以防台的基本态度 来做万全的准备 所以我们会已经请观传局 就大道成烟火节相关的设备 我们先撤下来 还有包括水门相关的一眼 我们都要做好防备 那另外也已经通知相关局处 做好因应 也就是包括观传局局公所 做好相关的防台宣导 建管处新空处我们就很多的建案施工场地 我们就很多的这个外挂的围栏广告招牌等等 然后做加强稳固 那另外就民众居住的场所 外挂的一些物品也必须要拆除或者是稳固等等 所以我们包括水地处大地处等等 特别乡坡地一眼水区也要做相关的防护 我们已经再三的请客局处 做好万全的准备 至于是否有机会放台风架 讲完回应需要是当时气象预测风雨状况 同时会依既有机制 与临近新北基隆桃园三世讨论决定 停班停课我们都有作业办法 我们会依照这个作业办法 也有相关的标准 第二我们也一定持续的来掌握 相预报相关的预测 包括风力阵风以及预示 第三我们其实循着北北基既有的机制 我们会照着这个机制来判断停班停课 那当然我们也会跟桃园保持相关的联系 因为终究我们也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所以依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这趟天是否停班课 这一晚什么时候会决定 礼拜三 礼拜三的话我们希望能够站在市民的角度 希望早点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依照整个气象预测 他们所提供的资讯跟数据 做一个最精准的判断 讲完强调 北市府会做好各项防台准备 因应台风来袭 以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为了消除行人地域污名 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后 积极推人本交通友善 大安区大学里长吴佩玄就向蒋万安提案 希望在里内试办弯曲向道 因为道路笔直 汽机车车速相当快 让李明走在路上心惊胆跳 蒋万安答应由交通局交控处 先和李明沟通 沟通好就会试办 哇 人行道这么样的座 完成 那个道路这么样的笔直 是赛车的好地点 台北市大安区大学里里长吴佩玄 有鉴于行人地域议题 在蒋万安市长与里长的座谈会上表示 里内温州街巷弄太笔直 汽机车车速非常快 行人胆战行精 建议事办弯曲向道 减换车速 好 从新山南路 直接内切 可以切到螺丝幅路 哇 可以闪掉 三分钟的时间 这不是很好吗 可是有没有达到 人形改善 那行人走在里面 是多么的心惊胆跳 我相信前面的副秘书长 秘书长已经感受到 因为他跟我点头 就是这样子很紧张 那我们要怎么样消除行人地域 这个不要荣为口号 当佩玄今天在这里说了之后 我们前面的里长 因为你们都有做邻里交通改善 你们一定可以看得到 车速变快了 车速变快了怎么办 我们的里民 而且我要真的感谢我们大学里的里民 让年轻人不对政治冷漠 这是重点 年轻人从哥本哈根 写email给里长 我们开里民大会用视讯的 他从哥本哈根 跟我们里民用视讯的 有解决的必须条件 那我们怎么做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马路 非常的宽 那我们真的很希望 让改变路行 让速度减慢 然后行坐我们大学里 行坐我们前面所有台北市 邻里交通 开在那里可以慢慢的 走在那里有种舒适感 我相信市长最近在日本 在或是其他新加坡都有看到 我在市长的FB里面 也有关注 所以民众有反应 里长要去做里民的大会 市长也有前瞻性 所以我们应该要 这个计划要推行下去 对此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回应 以跟里长沟通有初步方案 会用减速设施或调整停车格 与植栽位置改造路行 但涉及里民用路及停车习惯 还要再沟通 因为项内 大概里面大概部分都是 单行道系统 那有很多通过性车流 那汽车的部分会超捷径的部分 而且车速比较快 那也对居民造成危险 那这个案子里长提案之后 那江湖处这边就跟里长有做密切的讨论 也透过里民大会 向里民来介绍这个各项的检数设施 包括检数平台 或者是透过停车格调整的方式 来透过路行的改造社区弯区的道路 来强迫这样的检数 那目前现在一段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方案 那未来我们会 也许透过停车格的调整 或是直载的调整 来比照新加坡引发区的方式 来设施这样子弯曲的道路 强迫车辆减速 但是因为这样的调整 会涉及到居民的用路习惯 所以后面我们也会持续跟里长合作 蒋花案则引用去新加坡考察时 当地的引发社区也是用路行改造方式 让车辆减速方法 刚刚的提案 刚好跟我两个礼拜前去新加坡参访考察 看到的是一样的概念 我们到新加坡 拜访很多的他们政府部门 其中有一天我们去看了他们的 叫做陆路交通局 那特别有一个点 是我很关心 也希望说请新加坡他们先准备 就是对于现在在城市里面 长辈发生的交通事故比例这么高 在新加坡也是 那他们怎么进行改善 所以他们做的简报里面 他们透过很多方式 包括他们用鲜明的颜色做耗制 然后把它调整这个高度 让长辈比较容易可以看到一些交通的耗制 那另外他们提到透过陆行重新的设计 那他们怎么做 他们是在新加坡他们有这种专门的长者社区 他们叫做乐林社区 然后呢车辆当进到这个社区 会慢慢的车道会变窄 就是让他能够减速 透过陆行重新设计 然后标示更鲜明的颜色 还有他们也提供长辈 有一种类似我们的敬劳卡 然后通过行穿线的时候 他逼一下 他会给予较长的描述 让他来通过 甚至有些警示 让车辆特别注意 这些是比较细微的一些调整 所以谈到陆行设计 交通局这边 我知道也跟里长有进行讨论 我们会愿意来示范 蒋花允诺 接下来会办说明会 与李明沟通 并了解陆行改造可能的影响层面 有公司后就能示范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干病是国病 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为了唤起国人重视 定期追踪检查的重要性 连续第三年举办免费 全民腹部超音波活动 今年串联全岛和金门 以及马祖等24家医疗院所 同时响应 并且将副超检查统计 及时回传 公布结果 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呼吁BC型肝炎代言者 至少每半年 接受一次腹部超音波筛检 也建议年满40岁以上的民众 每年都应该做腹部超音波检查 因此在2021年 连续三年举办腹部超音波免费检查活动 今年更是串联全岛加外岛共24间医疗院所合办 三小时就为4663人做超音波检查 并且发现有异常者达3795人 其中10位高度怀疑肝癌 有111位属于性质不明肝肿瘤 另外有1064人为良性肝肿瘤 有5位肝硬化 378人为肝实质病变 脾胀总大者有44人 今年我们超过4500位 总共是4663位 其中异常的人数呢 是达到3795位 81.4% 脂肪肝是2505位 高达53.7% 所以呢 可以说呢 在台湾 其实现在国人 大概有一半以上 是有轻重程度不一的脂肪肝 当然我们看看各个地方 它可能有轻重之差 比如说在金门 它是最低 但是也有38%的脂肪肝 那云林 这些达到72% 这些呢 都是表示不同的地区 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状况 这个我们将来可以根据这个资料 再好好去了解 我们国人的一些 各式各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我们最后呢 根据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除了要强调 这个腹部超越过的重要性以外 我们希望 国人在了解自己肝脏的状况以后 将来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肝脏 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 我们40岁以上的国人 希望每年要做一次超越多 来保护自己肝脏跟身体的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 筛减结果有过半受减民众 有脂肪肝 这也是导致肝脏发炎 肝硬化肝癌的初阶段 如果不好好控制 将来发生肝癌的几率将大幅提高 紫肝肝占50%以上 不过我们今年插回去看 金门是最低的38% 还是超过三分之一 那最高的是云林几个地方是到72% 所以每一个地方 当然这个人数是因为它来参与的 本来就不是随机取样 不过可以大约看到一个趋势 大約看到一個說不定金門他們吃的比較健康之類的 那我們脂肪肝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其中一個是喝酒 但佔的比例比較少 大部分還是非酒精性 非酒精性是跟肥胖關係很大 所以我們其實國人尤其年輕的一代 這個營養越來越好 那活動日常生活起居可能未必是很健康 所以呢這個脂肪肝的比例 其實是至少三分之一起跳 那最多的話可能到百分之七七八十 所以這是未來我們年輕的一代應該要注意的 那當然我們簡單說就是要少吃多動 吃得健康 要多運動 可是這麼簡單的事情好像也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這我們將來要特別去 從這一方面去對國人做衛教 那麼最主要的是篩檢直到VC肝以後 我們一定要行動 一定要出來追蹤就醫治療 可是在這個追蹤就醫裡面 大家可能會記得要抽血 但是比較常忘記的是 腹部超音波檢查 有的病友呢 他一直在做抽血檢查 竟然從來沒有做過超音波 等到有做第一次超音波就發現肝癌 所以這個是我們 還有症狀的國人裡面找到很多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是可以幫他解決的 我們在2021年呢 其實附了1912人 其中呢這個異常的人數達到1680也就87.9% 那這個異常有很多可能是良性 可是呢良性你看這個脂肪肝 脂肪肝佔了大概56% 我剛剛已經提過了 脂肪肝它可能引發肝癌 所以這個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那其中有84位 我們懷疑是不是有性質不明的肝腫瘤跟肝癌 最後我們介紹到各個醫療院 從頭的電腦斷層 或者核實共振 有兩個確診是這個惡性腫瘤 其中一位是肝細胞癌 一位是膽管細胞癌 這個經過開刀以後 那膽管細胞還需要再做化療等等 但是呢都是可以解決的 2020去年呢 我們鼓舞了32005位 其中一場的達到82% 2654的脂肪肝 一樣達到57% 超過一半 面對肝癌就是在腫瘤還比較小 未出現症狀之前就先找到它 若發現時已是晚期 不管是化療標靶治療效果都不好 因此肝肌會結合社會各界愛心力量 推動全民復超運動 強調簡單無痛沒有輻射 診斷率高的腹部超音波檢查 是肝癌篩檢最重要的力氣之一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刑事局宣布破獲線上博弈犯罪集團 這裡是線上博弈集團犯罪據點 藏身在台中市七起一處門禁聲嚴的高級上半大樓 一個月15萬元的租金放置了數十部電腦主機 螢幕等當作機房使用 這一大隊日前揭霍 請之反應有現場國藝犯罪集團 掛著高科技公司掀牌 藏匿在台中市區 經長期根據收證後 鎖定以無信負責人為首之 國藝遊戲系統商 發現犯罪祭點 緊藏在台中市七起之商業辦公大樓 嫌犯還假借科技公司名義 在求職平台刊登招募廣告 吸引社會新鮮人加入 強調高薪高福利 協助博弈遊戲正常運作 五個月非法賭資就高達20億元 該系統當在去年年初 就在國內求職平台刊登 廣告招募系統工程師 免助設計人員 遊戲測試 既客服專員 並寄出多項理金 獎金及高薪等誘因 吸引大專院校新簽人 上門應徵工作 該公司除了提供有開發的彩票 請賓果等遊戲 對博弈網站架接外 更負責遊戲系統之維護及風險管控 經初步清查 每個月有之高達上億新台幣 由於博弈網站已經成為黑幫重要獲利來源 甚至可能透過線上博弈 詐欺洗錢 警方將持續追查該集團幕後 是否有黑幫涉入 記者張啟騰 台北報導 基隆市議會議員以及工作人員等一行人 在市議會議長佟子委帶領下 特地到總統府參觀 由副總統賴清德高規格接待 除了製政市議會參訪團小禮物 也和市議會每一位參訪人員 個別合照 讓大家都與有榮焉 在基隆市議會議長佟子委陪同下 副總統賴清德在總統府大禮堂 逐一和來總統府參訪的 基隆市議會議員握手寒暄致議 也熱誠歡迎大家來總統府參觀 基隆市議會市議員以及市議會工作人員等一行人 在市議會議長佟子委帶領下 特地安排到總統府參觀 副總統賴清德高規格接見 特地製政市議會參訪團小禮物 也和市議會每一位參訪人員個別合照 而其實原本的安排只有大合照 因為童子委議長親自帶領 副總統現場臨時加碼 和每一位議會參訪團員個別合照 讓大家都與有榮焉 我想今天我們有機會 也有榮幸帶領基隆市議會 共同來參訪總統府 也非常榮幸獲得副總統的親自接待 我想我們還特別到接待裴洛西的一個台灣紅廳 一個大禮堂 總統府專門接待重要貴賓的地方 來接待我們基隆市議會的全部參訪團 我們想非常感動也非常的榮幸 也非常謝謝副總統特別對我們基隆人的照顧 我想副總統在萬里出身 對大基隆地區的發展非常的關心 我們也特別拜託副總統 在擔任總統之後 來全力支持我們基隆未來的建設發展 包含捷運建設 那也包含副總統很在意的長照3.0 那也包含我們現在大歷史場景 等等未來的空間開發 包含我們這個四港再生計畫持續的進行中 那我們也希望副總統就任總統之後 給予基隆繼續的協助 那我們也會全力來努力 然後支持中央跟地方的配合 那副總統曾經說過一句話 在2018年他擔任行政院長的期間 他曾經對基隆說 給人未來發展算我一分 我一直記得到現在 所以我想副總統對我們的重視 我們非常的感動 那我們必須有這個責任 跟大家一起來努力打拼 讓我們基隆的這個 未來的經濟發展也好 等等相關漁業產業的發展 都可以持續的更順利 那我們也守護民主台灣的價值 由於總統府基於維安上的考量 因此規定上 在面見總統和副總統時 參訪團員的手機和相機都不准帶入 而在議會協調下 則允許議長 秘書 議人 及隨團記者帶手機進入拍照 但是仍然不能錄影和錄音 除此之外 總統府也指派專人 為市議會一行人導覽總統府 也讓許多第一次難得 進到總統府參觀的議員 和工作人員都直呼很開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河經銷商 強力查清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河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給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國內詐騙案件數居高不下 為了鼓勵民眾提供詐騙相關情資 協助警方打擊詐欺犯罪 在台北市長蔣萬安力挺下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方面宣布 民眾檢舉車手獎金將從原先1萬元翻倍成為2萬元 希望提升打炸力度 維護市民財產安全 台北市長蔣萬安親自頒發獎金 感謝協助警方阻止詐騙案件的銀行行員與超商人員 根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方面的統計 台北市今年上半年成功男主587件詐騙 男主總金額達6億2千萬元 蔣萬安除了感謝金融機構與便利商店第一線從業人員 在第一時間發揮男主詐騙的協助 也認為還有努力進步的空間 其中有超過63%男主失敗的年齡層落在70歲到79歲 男性佔多數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方面表示 台北市詐騙車手提領次數在去年達到最高峰 有16250萬次 不過在北市警強化打炸力道後 今年1到6月為止 提領次數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了1000多次 為了進一步阻止詐騙集團 北市警方面也宣布 民眾檢舉車手獎勵金 將從原先的1萬元加碼翻倍為2萬元 向鼓勵民眾踴躍提供相關情資 協助警方打擊犯罪 我們為了要鼓勵查集車手的這個檢舉 我們從獎金從1萬元會花到2萬元 那我們各位好朋友在金融機構在超商 如果有主詐成功 我們也會頒發這個獎金 從本來是1000到2000 我們頒發兩千到四千 那同時就是我們個人主詐 以及我們金融機構主詐成功的這些單位 我們都會請市長簽證的頒發 警方強調 近年 詐騙集團多透過網路假求職廣告 招募車手從事提領或移轉账款的工作 今年到6月為止 北市警已經棄貨車手達1175人 因此呼籲民眾不要受到金錢誘惑 加入詐騙集團行列 甚至提供自身金融帳戶 提款卡作為人頭帳戶 否則等著您的 將是被警方逮捕 入獄的後果 記者張啟騰 台北報導 台北市中山區今年為新移民開辦手工皂製作課程 邀請職緒達人張淑慧老師 帶領學員認識保養品原料特性 並且運用東南亞特產植物 製作成為天然手工皂 豐富學員的生活技能 開啟微創業的可能 玫瑰花動物各種造型手工皂 運用椰油 棕榈 香蘭葉等天然植物製作而成 散發出天然的香氣 中山區公所開辦無國界手工皂初級班 邀請職緒達人張淑慧老師 帶領新一名朋友進入手工皂世界 課程中不僅可以認識各種職緒原料的自然功效 以及如何製作手工皂與保養品 還可以認識新朋友 學員們都收穫滿滿 因為在台灣就是天氣比較潮濕 然後很容易的濕疹 濕疹就會反映在皮膚上 會搔癢 會癢 紅腫 那因為我聽說有這個手工皂的課程 那我就覺得說它是天然的一個好東西 對 所以就會想說來參加學習 知道它是怎麼製作 就是也有交到好朋友 因為我們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那本來是一個很少的一個範圍 就是都是在家裡 都沒有其他朋友 那來就可以認識到新的朋友 對 可以互相交流 也知道各個不同國家 它的特色的芳香的香草啊 食物啊 植物啊 這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知識 我來自馬來西亞 對 我非常感謝中山區公所 這次辦的手工皂的這個課程 讓我們來自很多不同國家的新住民 可以在這裡齊聚一堂 然後大家一起互相學習 互相成長 然後也感謝區公所這邊有淑慧老師 非常專業的手工皂的老師 來教導我們 讓我們 不管以後大家有沒有往這方面發展 可是就是還是可以做給自己的家人使用 因為這些都是使用天然的東西來製作的 對我們的皮膚是非常好的 沒有副作用 然後天然的雄厚 其實在這邊我們可以結交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 對 我們甚至還可以說 以後如果說哪邊還有開心住民的課程 大家可以相邀一起來參與這樣子 因為來學人來自於各個國家 所以其實都把他們各個國家 他們常會使用到的一些精華把它拿出來用 像越南的斑藍葉照 我們就會取它天然的綠色 而這個綠色是不會褪色的 我們用直萃的方式 還有印尼常用 他們在很多的飲食料理中的椰漿 也就是你們的椰奶 我們把它入照之後 可以讓它 手工皂的喜感更溫潤 再來馬來西亞的紅棕鋁油 它也是一個出產棕鋁油的大鍋 我們把它棕鋁油放在手工皂裡面 讓它有加成的效果 那紅棕鋁油出來的皂是橘黃色的 那這個色澤不用再額外再添加任何的色粉 或者是色液 以上這些 我們課程裡面有的這些皂 其實都來自於他們國家 他們盛產的東西 那我們再一次的把它融入到 我們的手工皂課程裡面 結業式會場學員們開心的大合照 中山區區長李美莉表示 開辦課程是希望新一名可以豐富生活技能 營造生活質感 當新一名對課程產生興趣後 也可以升華變成微創業的動力 其實我們每一年度都會開辦新一名的課程 那開辦完新一名的課程 我們就會做那個意願調查 意見調查 那喜歡這個手工皂的 它就是第一名 所以我們就是會去規劃這一個 手工皂的課程 那手工皂的課程因為牽涉到新住民 他自己本身家庭也可以用 他也可以匯贈他的親戚 朋友 然後當然他也可以開業 如果他對創業有興趣的話 他是可以開業的 所以我們居於這樣子的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開辦了這個 手工皂的課程 希望他們 自用 家用 親戚朋友 沒有用 然後未來是可以創業的 那我們希望 新一名可以把我們台灣 就是他鄉 作為他們的故鄉 中山區公所多年來 為新一名舉辦各種課程 成績有目共睹 都讓新一名有滿滿的收穫 而這次保養品訓練課程 新一名一同感受天然手工皂的奧妙 而中山區公所也將陸續推出 更多相關課程 培養新一名的自身軟實力 手工皂棒不棒? 棒! 新主比手工皂贊不贊? 贊!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網路線上購物成為民眾消費常態 代收代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交易蓬勃發展 根據統計 目前登記的業者已經有14000多家 為了避免設立門檻低的第三方支付 成為詐騙集團洗錢管道 立委郭國文與中嘉賓共同召開記者會 要求數位發展部等主管機關擬定對策 加強監管 落實洗錢防止 扛起打炸責任 立法員郭國文與中嘉賓大聲疾呼 落實洗錢防止 扛起打炸責任 因為方便民眾購物消費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設立門檻低 恐淪為詐騙集團詐騙洗錢 及躲避檢警查器的工具 因此郭國文要求訴發部 針對第三方支付業者 應比照虛擬貨幣模式 在兩個月內強制完成法尊聲明 及登記納管 一萬四千四百二十四家當中 我坐在的 我們也問過這個訴發部 訴發部的主管機關 雖然也不知道 雖然也不知道多少家 所以說你連多少家 你都不清楚的情況底下 你如何進行管理 所以既然訴發部有相關的 這樣的管理條文在場 我們就要求訴發部 對第三方支付的管理 應該比照虛擬貨不一樣 要期限期兩個月之內 要予以登記 中嘉賓也指出 一萬四千多家第三方支付業者當中 有三分之二支本額是零 他嚴重懷疑有詐騙集團 直接開設第三方支付成為洗錢管道 因此要求主管機關 應該針對支本額 金流信託與虛擬貨戶三項加強監管 第三方支付業者主管機關 因要求必要的支本額 以落實法尊要求 第二主管機關 應該對於金流信託過程 予以明確的規範 包括郭委員所提出的 從支付駕駛到領取 駕駛的過程 第三對於虛擬貨戶的氾濫 欲求刻意第三方支付業者 必須針對使用虛擬貨戶的過程 能夠做即時的存入 我不敢說監控 即時存入就好 那這樣子才能大量的有效的去惡阻 詐騙集團使用第三方支付作為犯罪工具 不過訴發部代表在說明目前管理措施時 卻引發郭國文不滿 直批好像侯友宜講的都是官話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這部分 它目前不是特許行業 你現在考驗我的耐性 你有點像侯友宜 我請教你 我再問你一次 書發部到底要不要離同那個金管會 處理虛擬貨幣的這種管理的方式 只要任何就是說有助於第三方支付管理的 這部分我們都會願意來積極來研究 那需要做跨部會的合作 我們其實也都從成立財 我們就一直跟高檢署行事局 打完辦還有金管會NCC 都不斷地在開會來提升 我們這個第三 不管是第三方支付 或者是其他詐騙的一些房制作為 金管會方面則表示 6月銀行工會已提出 對第三方支付 提供虛擬服務的強化措施 法務部則回應會定期與訴發部 分享洗錢房制樣態 並透過跨部會橫向平台 處理第一線執法人員所遭遇的相關問題 我們剛好也被查了工會 他更強化的一個措施 對銀行工會 因為他提出了一個有關銀行 對第三方支付 提供虛擬帳戶服務的這一個 強化的措施 那幫剛剛委員提到有關 中間他在做業務的時候 要不要持續審查 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發現異常 必要的時候終止 相關案例犯罪態樣的這個部分 行政院也已經責成台灣高等檢察署 跟金管會 NCC還有訴發部等相關部會 要組成一個聯繫 橫向的溝通平台 讓他們可以處理第一線執法人員 所遭遇到的相關問題 郭國文最後要求 數位發展部在一週內提出回覆 中嘉賓也決定近期 將召開公定會 邀請各單位一起集市廣益 避免便利的科技工具 淪為詐騙集團的洗錢管道 記者 張綺藤 台北報導 台北市大同區公所 112年成年禮活動 在永樂廣場溫馨登場 特別由城隍老爺 祝福即將步入成年的禮生們 平安長大 台北市長蔣萬安 也到現場恭喜所有禮生 登大郎 邁向人生下一個階段 參加成年禮的禮生 與家長們來到台北沙海城隍廟 在城隍老爺的家持下 祝福即將步入成年的禮生們 平安長大 市長蔣萬安也到場 一同歡慶這個重要時刻 除了感到格外開心與感動 蔣萬表示 有著城隍爺的祝福加持 更是讓這次成年禮活動 充滿神聖的意義 今天所有來參加成年禮的禮生 所有的年輕朋友 在我們城隍老爺的見證之下 都能夠迎接人生新的禮程 新的階段 我也期待我們每一位 今天蔡佳城隍的年輕朋友 展望未來都能夠發光發熱 能夠朝自己的夢想目標前進 大同區公所除了精心準備豐富的 成年禮品分享給李生及家長 現場還安排精彩歌唱表演 精油按摩孝親儀式 以及成年盛典等活動 帶給李生與家長溫馨愉快的 親子時光 而壓軸彩蛋抽獎活動 更是讓現場氣氛嗨到最高點 我們今年的扯典禮 特別結合我們霞野文化節 那也適逢我們城隍老爺的聖誕 所以我們今天辦理一系列的活動 除了替城隍爺軟壽之外 也讓城隍爺替各位李生祝福 獻上平安跟喜悅 除了剛剛替霞野城隍廟的 城隍爺軟壽之外 那我們今天也辦了一些精彩的活動 去場真的要祝福各位李生 即將成為一個有擔當 腦負責任的成年人以外 不要忘記在你們的左手邊右手邊 要感謝你們爸爸媽媽的養育之恩 我在這邊要祝福各位最佳男女主角 逢成萬里 同時也要祝福我們在場的爸爸媽媽 身體健康 和家平安 這次成年禮活動 現場湧入300位親友與市民 一起見證溫馨且特別的成年儀式 許多李生更是全家出動 還有三代同堂的共同參與 不僅展現家庭的凝聚力 也見證家族的連結與傳承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京劇天后魏海銘首次公開收圖 宣布將國光劇團黃詩雅 當代傳奇黃若琳 陳允文 三位優秀青年演員收為徒弟 由國光劇團藝術總監等人 為收圖儀式見證 正式宣告京劇梅派藝術開之善也 舞台上擺放梅蘭芳 梅寶九 還有梅蘭芳在牡丹亭裡 詮釋杜力娘的照片 京劇天后魏海銘收圖儀式 在台灣戲曲中心舉辦 由黃詩雅向魏海銘奉茶 黃若琳乘上拜師帖 陳允文奉上樹修 師徒四人一起合唱梨花送 場面溫馨感人 梨花開春白雨 梨花落春日的雨 此生只為一人去 到它聚光 心也吃 心也吃 一直有人希望我收圖 但是我一直覺得說 我傳承的是梅蘭芳大師的 一種表演體系 我代詩傳譯 所以我覺得 我是沒有資格來收圖的 但是我後來在這幾年疫情 我就發現 沉澱的時間比較多了 我發現其實 身為一個老師 在教學生系的時候 其實他教的不僅僅只是 一個動作或者一個表演 其實他要大量的去投注於自己 對於角色的認知 以及自己對於 如何的在這個人世間 呈現屬於一個演員的自己 是應該怎麼樣如何自處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的部分呢 不是說 並不是說 好像學系 學一點點就算了 那麼還有另外一點 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 我教系真的教得非常的 巨細迷移 每一個大大小小的細節 我都不放過 因為我覺得 我的整個成長的環境呢 是現在的學生所沒有的 所以我很希望把我自己 過去所有的經驗 所有的經歷都分享給他們 我希望他們能夠了解 我對於戲曲的看法 我對於京劇表演藝術的 一種境界吧 1991年 魏海敏正式拜梅蘭方大師之子 梅寶九為師 成為旗下第一位弟子 魏海敏自此真正打開 梅派藝術大門 在拜師32年後 魏海敏也將單起新火相傳的託付 我1991年才去拜師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覺得自己是不足的 我是必須要再學更多的東西 我才能夠好像存再多的錢 我才能夠去花一樣的那個感受 所以我在1991年拜師之後呢 我是潛心的學梅 但是回到台灣來我還要生活嗎 我還是跟台灣這個土地 是息息相關的 那麼台灣這個地方呢 它比較少的這個 所謂的業餘的票友 它比較少 所以呢我們必須在表演裡面 增加更多創新的部分 所以呢我就覺得 我好像在北京那裡 一直在挖掘傳統的 一直在學習傳統的養分 但是回到台灣來呢 我就不斷地要去 去創造一個新的人物 創造一個新的角色 那麼這兩樣東西呢 我就覺得在我的身上啊 好像就是一體的兩面 它缺少任何一樣都不行的 那麼這我覺得這個就是我 今天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 小小的成就呢 我覺得這個是不可分割的 收圖儀式由國光劇團 藝術總監王安琦 團長張玉華 當代傳奇劇場 藝術總監吳興國 行政總監林秀偉 作為見證嘉賓 看到金劇梅派藝術的已開支善業 都相當感動 感謝魏老師 願意把自己一身的梅派藝術 傳承給三位獲得您信任的學生 遙想三十二年前 也是六月吧 夏天 魏老師一個人單槍匹馬去到北京 拜師梅寶九先生的時候 魏老師的身份 是台灣第一當紅的明靈彈角 可是他去到北京 他把自己的一切歸零 一切從頭開始 跟著梅寶九老師 學咬字 學發聲 練氣口 找盡頭 練就了氣成丹田 把自己的身體變成一個大音箱 所以魏寶明老師當年學習的梅派的成果 並不是說我學了這齣戲 學了那齣戲 學了三齣戲 學了五齣戲 而是他可以體會各中三昧 體會了梅派藝術的奧秘 梅派藝術的奧秘在哪裡呢 梅派沒有特色 可是他沉著大方 中和穩健 簡單說就是大氣這兩個字 這個就像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活水泉源 也是一個無限大的藝術資料庫 而魏老師取得了這把鑰匙 從此以後 他用這把鑰匙打開了這個無限大的 梅派的資料庫 魏寶明表示 學習是一輩子的追求 他期望自己能像梅寶九老師一樣 成為習藝者與藝術精華的橋樑 引領學生在藝術之路上走得更腳踏實地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河經銷商強力查期 據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給50萬元罰金 品式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影視產業 您好 歡迎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基隆市中正區 向封街隸屬陸軍六軍團三支部營區 24號下午發生嚴重爆炸意外 一共造成七個人輕傷、兩個人重傷 基隆市長謝國良第一時間趕到營區了解 並且到醫院探視受傷士兵 而針對彈藥庫發生爆炸 市議員呂美玲、張浩瀚要求軍方儘快遷移彈藥庫 而立委蔡世映隨後也前往醫院探視受傷士兵 強調會要求軍方詳細調查原因 向外界說明清楚 陸軍降風營區發生了迫擊炮爆炸意外 救護車不斷進出營區 陸續將受傷的士兵送往醫院救治 9名傷患中其中2名上市 上市最嚴重 左手被炸斷 其他親上士兵在軍方人員陪同下 搭乘救護車前往醫院治療 就是左手的這個手肘前面有這個炸傷 有炸傷 那我們現在做了處理之外 現在生命現象穩定 然後血壓也都穩定 然後現在轉到那個我們總院的三種 那我們跟三種都做了很好的聯繫 然後目前三種都知道這位病人要轉 這位弟兄要轉過去了 今天下午的這個發生的案件 是一個突發的狀況 那麼處理的這一批彈藥是 前一陣子由外島回運的腰兩洞破炮 那麼已經排定的時間 就是在今天下午來做處置 那跟漢光演習是沒有直接相關 陸軍六軍團三支部北彈庫 金融分庫降風營區24號下午3點多 彈藥庫突然爆炸 附近的居民聽到爆炸聲響 全都嚇一跳 隨後消防車和救護車頻繁進出營區 才發覺事態不妙 碰一聲而已 都有一聲而已 那個煙都冒出來了 很大聲啊 我們都有聽到啊 我們在裡面都聽到 金融營區發生重大事故 市長謝國良第一時間趕赴營區了解 在防爆牆後面聽取居方說明 看了一下現場 然後其實現場還是非常的緊張 那我們一到現場以後 他們還把我們拉到了所謂他們的防爆牆後面 那消防人員都在那邊等待 那我們現在在把那個現場做整理 那那個時候看起來就是 聽他們的解釋就是 這跟演習無關 跟大家報告 就是有炮彈在整理的過程中 不是很引爆這樣子 那有傷者有一些蠻嚴重的送到三種 由於彈藥庫長期存在隱憂 地方居民希望能夠早日遷移 爆炸發生之後 市議員張浩漢和呂美玲 要求軍方重新檢討彈藥庫的安全性 那我想過去這幾年 地方的一個居民一直強力的 希望這個祥豐的一個彈藥庫 能夠牽走 畢竟這個地方緊鄰我們的住宅區 那在門口甚至還有一個加油站 其實對於周邊居民來講的話 他都是抱著一個不定時的一個炸彈 我想今天發生這樣的一個意外 是大家都不樂見的 但是在這邊我們也呼籲我們的一個軍方 立即檢討這個祥豐街彈藥庫的位置 是否恰當 那也希望說我們立即把這個彈藥庫 能夠遷移到適當的一個場域 避免我們的漢市再度發生 我們都一直以為他們已經搬遷的差不多了 因為他們的這個軍方人是留守在這邊的 也不像過去這麼多了 過去真的非常多 那現在已經是減半又在減半 所以說實在的我們一直以為那個彈藥庫 已經沒有放多少了 所以這一次聽聞就爆炸的時候 我們也非常的擔心 那雖然說他們一直強調說存放啊 都會有一定的這個安全的考量跟測試 可是呢經過這一次事件 我們相信那還是危險的 而且也周遭的這個建築物也越來越多 住宅也越來越多的 所以我們還是非常誠懇 並且再度的呼籲 國防部趕快把這個彈藥庫遷移走 針對外界質疑彈藥庫的安全性 立委蔡遷移除了前往醫院探視傷者 也要求軍方要詳細調查清楚 對於那因為有些人提到說 它是臨時的問題 那我想我這邊就我的理解 也跟我們的金融商也說一下 想封營區彈藥庫 我實際上做很多事情 那想封營區彈藥庫的存放的彈藥庫 基本上他們是非常大的 那大概就是一半入圈的彈藥庫 那它的存放的位置 其實比住宅區還有暖區區 而且它站在後方的區區 所以我相信 它整個存放的位置的距離 應該是無法全部標準 我們的金融市民 在這個部分 應該可以行 這一起彈藥庫發生爆炸事件 一共造成9名官兵 分別受到輕重傷 總統蔡英文第一時間 掌握相關訊息 並指示全力協助救治 軍方表示目前還在釐清事發原因 同時強調跟演習沒有任何關聯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萬安46號演習 24號下午1點半到2點 在北部7個縣市聯合登場 空襲警報一響起 行駛中的車輛必須靠路邊停放 基隆市長謝國良特地前往市區交通要道 以及防空避難處所 視察車輛和民眾疏散的避難情況 演習模擬協和發電廠遭到飛彈攻擊 油槽及大樓起火 消防局全力灌救 整個演習過程相當逼真 進去了進去了 官安演習警報聲大響 車水馬龍的愛山路一帶 頓時變得空蕩蕩 來不及避難的車輛就集中引導到路邊停車 路上民眾也被遠景引導進行避難 台灣北部在今天下午1點半進行萬安演習 記者現在所在位置是基隆台六十二線 中正路出入口匝道的地方 可以看到現在路上是幾乎完全沒有車輛在行駛 因為呢 這些轎車還有貨車 全部都被疏散人員引導到平面道路 進行人車管制 而在東岸連外道路 中正路匝道 車輛依序下匝道 萬安四十六號演習 人車疏散避難演練 演練人員警察七名 一交四名 萬安四十六號北部地區 居民聯合防空演習登場 警報發布前 金融市長謝國良先前往民房管制中心 聽取簡報 接著再前往常文桂冠酒店 視察避難演練 今天就是也來了解一下 我們所有的應變情形 然後把我們未來市民朋友 所有需要去做的各項的準備 要來了解充分 其中演習模擬協和發電廠 遭到飛彈攻擊 大樓和油槽發生爆炸 發電廠只為編主進行滅火 並請求消防局前來支援 我們在油槽區有起火 另外行政大樓四樓有同仁受困 雲梯車升空順利將人救出 油庫大樓火勢撲滅 觀安46號演習 街道上的行人都要躲避 室內避難 金融市如林大敵 演習相當的逼真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感謝您收看眾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製作詞順利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奶奶现在打流感疫苗 嘿不要跑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陈时中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也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快健康哦 大家好 我是岁美琳 一百零八年的 高丽所在靠边教和 高丽病毒新墓期间 从一百零九年一月催一开始 到一百零九年二月催五位置 靠调义无人 救护高丽所在 开你的靠边教和高丽病毒 可以通过望楼方式办理病毒新墓 无数时间空间的犯罪 这间贵上团成功 就完成新墓停书 新式更方便 大家会记得到 在静谱电阻新墓 新墓教学核部网站 下载高丽所在病毒株料 新墓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你好 我是主家中处的凤雜园 政府透过的十个月林立主委标准 中学酒业和私业的总控 来做事前金箍 我是红杂丸 请几期丁力主研调查